时隔两年半 一项分闭不充的鲨鱼 居然搞了一整套六号树人 果然丑的一般的 没必要拿下 丑的牛逼的必须拿下 很多人肯定觉得太丑不想入手 等鲨鱼把这皮肤带火绝版后 估计你们想搞都搞不到了 这种衣服对咱们实在是有帮助的 不比于什么 其他乱七八糟的衣服 从大裙子 用那些很鲜硬的花绿菠萨的衣服 六号树人 其实应该改名叫树人老六 想当技术主播 那必须得搞一套 分分钟能隐藏自己 把敌人变成小龙虾 才刚在出生倒两分半 队友就识破自己猴子身份 虽然刚当鲨鱼说话难听了点 但其实都是为了整个队伍好 还没开两分半 就发现岸边居然有人骑马 鲨鱼下意击灵 怀疑是狙击队 杀鱼是时候考验一波队友了 当即就开麦呼叫救援 敌人都在打鲨鱼匪计了 但队友第一反应不是来支援 而是怕鲨鱼卖队友 队友不想来 那鲨鱼也不想多指挥 让队友自生自灭去吧 鲨鱼宁愿被狙击 也不想和队友一起了 看到前面有飞机 他就有预感 空头肯定要掉海里 还在看弹幕 就差点被岸上老六偷袭 吓得鲨鱼赶紧跳水保密 还以为是一个满编队呢 原来就一个 虽然把船打爆了 但他丝毫不慌 敌人待会也得跑读境卷 鲨鱼有的是时间和对面好 来弄我呀 没意会安全区即将刷新 是时候反客为主蹲塌了 没想到 敌人死到临头还这么嚣张 只是落个鱼头就被打 潜水游了两分半 终于快到岸边 看到队友还在偷学技术 鲨鱼立马让他们加能量交学费 成功上岸后 第一件事就是狠狠教训 刚刚打自己的 打了两分半 终于也是成功拿捏 得饶人处且饶人 风水轮流转这次轮到他 立马嘚瑟 怕左边敌人误伤自己鲨鱼细节下水 刚下水就透视到前面船边 还有人狗分 鲨鱼脱摸上岸趴下顺秒 刚好敌人那个位置还不错可以抢 虽然岸边还有人 但还好鲨鱼憋气是专业的 游到船附近就可以不用怕了 不得不说 鲨鱼心理素质一流 可没嘚瑟几秒就被发现 其实最慌的不是鲨鱼 而是岸边敌人 他们不仅要预防鲨鱼被刺 还要担心前面防去敌人 但最傻的是 敌人居然不知道把船打爆 还死脑筋盯着鲨鱼有啥用 鲨鱼潜水了一会 终于等到机会 敌人无暇顾及封烟就对了 是时候坐船上收割了 不得不说这对敌人真的傻 鲨鱼直接 虽然没抢到敌人人头 但这剥血赚不亏 最关键的是 自己这个位置还是圈 咱们都有圈 他们都没圈 就咱们有圈 很舒服 关键时刻 队友也在加能量助威 快加能量 对我 感谢 为了带队友吃鸡鲨鱼 必须把细节拉满 先封烟把前面包给舔了 紧接着把多余投掷物 先放在岸边继续去 这不要注意细节 注意什么细节 待会很可能要一打多 没有足够的投掷物 将寸步难行 还不忘把射手步枪换了 注意把这个AOT 先掏住 把投掷物先掏住 没想到刚运送完 单会要用的物资 场上的局势 就发生了变化 前面防去的两个满编队 打起来了 全在里面 全在里面 计划有变鲨鱼 必须尽可能劝架 尽量将两队敌人消耗平衡 虽然人头自己踏不到 敌人这种局势 倒掉的敌人 基本上没可能救 鲨鱼无论打哪队 都是为了减轻自己单会的压力 前面敌人两败俱伤 鲨鱼扑烟路前压 一颗燃烧瓶 配合一颗土豆雷 鲨鱼平实力 拿下属于自己的冠军 接下来耳机挡请注意 这波吃鸡运营细节 真的拉满了 并且 队友变小鸡给自己回能量 也功不可没 怎么样 你们给这波决赛圈细节 打几分呢 看我吃鸡 吃鸡 你也不看我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